那這門課程這個問卷的結果 大概目前是不是有上過Python相關課程的 最多的好像就是沒有的 佔36.8% 比例好像是最多的 其次好像是這兩個 有上過其他老師的Python課跟沒有 所以這兩個好像 而且完全沒基礎的 好像佔了有一半以上 所以這個算37% 這個算21%的話 加起來等於就是58%了 然後有上過的大概有21% 然後也沒有的 但是有其他的基礎的 所以好像絕大部分同學是對於Python 是沒有太多的認識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有些地方的拿捏 我會可能會講的稍微詳細一點 但是我是覺得有些地方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請ChallGP幫忙 因為ChallGP除了可以幫你寫程式 可以幫你除錯 問問題 對 他也可以問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你不懂的問題 直接就問他 或者甚至程式的問題也可以 比如說這個程式為什麼是這樣寫 那你可以詳細說明 他也可以幫你詳細說明 OK 然後再來的話 程度部分的話 大概進階的占大多數 所以大概就中間 高階的有21 入門的有三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的程度是入門的 我是建議回去可能多花一點時間複習吧 OK 然後是不是有 這不是Google ChallGPT的帳號 因為後面我們會用到ChallGPT 其實這個也不難 很簡單 你會Google就可以直接搜尋ChallGPT 那我的習慣就是會直接找到ChallGPT之後 他有個STAR NOW 你就直接點STAR NOW之後的話 其實底下就可以開始問問題了 以前的話沒有登錄 好像我記得不能用 現在的話沒有登錄你也可以 但是他變成沒有辦法上傳東西給他 不過如果假設你沒有要上傳檔案的話 就算了 你也可以直接問 直接寫 那只是說他不會幫你記錄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記錄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建議你去登錄 那我的習慣是用Google帳號登錄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先登錄Google帳號之後 再利用Google帳號登錄的話 那其實馬上就可以切入到ChallGPT 有沒有 那底下就會 旁邊就會記錄說你最近問的問題 他會幫你畢業在這邊 那並且會有一個回溫證 比如說你那個問題可能太複雜 你乾脆把檔案傳給他好了 比如說一次有檔案 你就直接傳給他就好了 他就會比較知道說你到底在問什麼 不然的話有些問題實在太複雜了 你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描述 你就直接檔案給他 他就會可以按照你給他的檔案 他幫你去做你想要的結果 這樣蠻好的 OK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之後請各位 還是如果對於那個ChallGPT不太熟的 可以再先 至少會知道怎麼去問他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各位的問卷結果 選最有但很少用的 好像佔了快一半 其次的話就是完全沒有使用的 三乘一OK 所以今天開始我想建議 我們完全沒用過 請你花一點時間 不管你問什麼都可以 不過建議你可以優先問有關 Excel或者是程式相關問題 甚至有一些觀念上問題 你也可以問他 OK 反正就你想到的就把它問問看 甚至我建議 因為那個ChallGPT有App版 有沒有手機 那我是建議你 甚至手機板也把它裝一下 那想到什麼就問他 什麼想到什麼就問他 那現在最新的版本是不是更厲害 他以後你鏡頭打開 他還可以看到你在幹嘛 然後還可以有聲音跟你對話 不過目前的那個版本 看起來好像 for英文的環境比較OK 你跟他講英文他會很快回答你 但是你講中文好像目前還沒那麼厲害 OK 還會卡卡的 所以以後你把鏡頭打開 他還可以看到你在幹嘛 所以以後會有那種虛擬的 虛擬的另外一半出來 他在裡面 以後會不會甚至不一定要是一隻手機 他可能就是一個 很像人的一個 反正這 我不知道以後這種演變 真的無法想像 所以這個背後的商業模式 真的太多元了 有沒有 哇 這個商機真的無限大 有沒有 所以這個到底有多少的可能性 這個你們都可以自己去推想 那只要你有想法 其實我覺得機會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就像說那個二十幾年前 網路剛興起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網路的時代 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你們現在應該都知道了 有沒有 在二十幾年前 我在剛開始教這個的時候 每次學生都問我說 老師我需不需要學網路 當然現在想的一定是無庸置 這根本怎麼可能不學 現在不會用網路 你 你根本就像以前的文盲一樣 對不對 你什麼都不行 可是未來再過個幾年有沒有 再過一樣的道理 再過幾年 你如果不會用AI的話 那同樣的道理 你大概很多東西都沒辦法 那是否有生成這個程式的經驗 基本上大概有 63沒有 OK 然後有的話很少用 OK 然後有很常用的話有兩個 OK 所以其實這邊我們也有一些高手 然後希望拿公司最主要為主 拍照處理失算表 這個大概也是我們希望的重點 不過我們就循序漸進 反正第一件事 一定還是要先把拍照搞定 不然你環境都弄不起來 然後程式也沒觀念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寫出 最基本的程式你都不會的話 那更不要說延伸到Excel 那以往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延伸是資料庫 OK 可是後來我發現這個不太說歡迎 同學都會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交資料庫 你直接交Excel算了 所以我在想說乾脆直接把資料庫改成用Excel 反正就把資料可以存取 至少可以寫進去 至少可以把它取回來 那延伸的話可以 你要刪掉什麼資料 或者你要修改什麼資料 甚至未來 好像同學比較有需求是說 他希望把裡面的很多工作表 馬上變成工作部 工作表就一個一個的有沒有 一頁一頁嘛 變成一個一個的Excel檔案 有沒有 這個對Python來說簡單到不行 OK 其實真的還蠻簡單的 OK 另外顛倒過來 你比如說很多很多Excel檔案對不對 那你想要把它全部變成一個Excel檔案 把它們全部放在一個一個的工作表裡面的話 有沒有 也可以啊 就一個分一個合嘛 分分合合啊 這個會不會很難呢 其實對於Python來說 真的還蠻簡單的 OK 當然VBA也辦得到啦 不過VBA有個缺點就是 因為 本身自己就是一個Excel檔案 那也會有混淆 比如說你到底要不要把自己合併 合併進來 或合併出去 所以有時候程式 會容易搞混 Python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那再來好像大家其次 比較有興趣是 VBA的重要函數轉換成Py VBA怎麼轉成Python 那我講過啦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有AI真的簡單的 以前沒有AI的時候 那不得了了 除非你相當有經驗 你既寫過VBA 你又懂Python 不然的話你怎麼知道兩邊怎麼做轉換 可是這件事情因為有AI的關係 頓時間變得如此的簡單 你要怎麼轉就怎麼轉 真的你們後面可以試試看 他馬上幫你轉換 你以前有寫過的VBA程式 馬上可以變排場 無縫接軌 OK 其他大概就是進階爬蟲的部分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想要多學 對 大家都還滿積極進取的 現在政府其實 對於上班族都還滿好 好像三年七萬嘛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沒有人用完吧 三年把七萬用完 應該算一算 不過我聽說好像有同學很積極耶 一直在三個一直在三個 然後覺得這還滿好的 因為你不用太花 而且你45歲以上 好像一塊錢都不用花 全額補助 對 所以有些補習班 真的快要被拼倒掉了 因為說你要自費 以前都是沒有這 都要自費的 那以前自費的話 這個很貴嘛對不對 那現在整個 所以有一些補習班 真的就沒有辦法 因為除非說他一樣可以拿到補助 不然的話怎麼跟 像這種課程競爭 對不對 OK 這也是好 也是好啦 不過當然 因為有政府的幫助 可是問題相反的 很多老師因為這樣關係 會被壓 像健保一樣 醫師一直挖挖叫 醫師的收入變少了 為什麼 因為他總額就這麼多 所以他還會給你扣點 還可以什麼什麼 所以變成薪資沒辦法提升 跟我們家是一樣 我們薪資也是動漲 沒辦法 OK 如果這個 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那個環境部分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 把剛剛下載 因為你下載完之後 一定會上方這邊不就下載 如果你是用Chrome的話 他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Python384.0 IP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開啟這個資料夾 那你可以把它剪下 按右鍵剪下來之後 直接放在C啦 OK 因為這邊沒有D啦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C啦 我理論上應該是放在D底下比較OK 那沒有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啦 所以我再把它貼上 他就 因為他是這個 C疊是系統疊啦 我沒辦法 沒有D OK 好 我就把它call過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把它剪下按右鍵 解壓縮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解壓縮致尺 記得 你不要再解壓縮到又一個目錄 如果你目錄又一個目錄變成雙目錄 變成你Python384裡面還有一個Python 那不行 OK 就多一層了 不要 所以記得 等一下解壓縮請你按右鍵 直接解壓縮致尺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 這一個 VIP的檔案 變成一個資料夾 所以這別注意 你等一下檢查一下 你打開之後 不要再多一個什麼 又進去之後 又看到一個什麼Python 那不行 你一定要再把裡面 就是你要只要剩一個就對了 你不要兩層 因為如果兩層 等一下執行環境會出錯誤 OK 所以第一點 解壓縮應該沒問題 那但是因為我 這個做這個懶人包的時候 我的環境是低疊 所以如果我現在放C 會出錯 對就是他會 跳錯誤 所以我很簡單 改一下就好了 改路徑就可以了 對 把D 斜線 對 D冒線 改成C冒線就好了 那改的方式 我說一下 其實也蠻簡單的 第一個 你就執行 第一 你就直接執行那個 C底下的Python384 那 那一個環境的路徑 它是在這個Squibs 所以你就這個目錄底下 有一個紙目錄叫Squibs 底下找到有一個叫做Spyder Spyder3 就是一個 反正我們的開發環境 就用這個Spyder3就OK了 然後直接把它點兩下 不過因為我這個路徑是錯誤的 所以你點兩下應該會出錯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它會跟你想說很快就關掉了 他說應該在D 可是你現在在C 所以我找不到 那如何解 很簡單 請你按在Spyder3按右鍵 修改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就是叫 Edit 有沒有 Wiz NodePay++ 那這個 這個程式理論上 只要你寫程式的人應該都會裝 所以如果你沒裝 我建議你一定要把它先裝起來 如果你是用自己NodeBook的話 理論 我是建議你Google查一下 NodePay++ 有沒有 就是它這個等於顧名思義 它就是補足那個Windows那個記事本很難用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任何程式打開 它都會幫你上顏色 OK 我是覺得相當好用 OK 而且它可以開那個二鏡尾檔 像這個有沒有 .exe它是執行檔對不對 一樣可以開 我開給各位看 OK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修改路徑 按右鍵 EditWiz NodePay++ 接下來的話 它會問你要不要下載最新版 現在按佛好了 OK 那你打開之後 你會 哦 什麼亂七八糟 不用管 反正你就把這一個 直接拉到最下方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有路徑 叫D冒號斜線 不過你說老師會先拉到最 有沒有 最下方這邊有沒有看到 D冒號斜線 有沒有 所以你就直接把C改成D就可以 但是特別注意 可能一種狀況說 老師為什麼我拉到最下面跟你不一樣 有一個地方可能要設定一下 請你在檢視的地方有沒有 自動換行 這個要把它打勾 所謂的自動換行 因為它不會折航 對對對 它會跑 如果沒有自動換行 它會不會折航 它會變成說 它這個路徑 會是在最右邊 對 所以哦 如果預設是這樣 預設是這樣 檢視有沒有 自動換行 它這個就拉到最下面 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會看不到 變成你要在自己往右邊拉 我記得好像很右邊耶 除了它有Enter 它有Enter的地方 它才會折航 所以 這個時候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檢視 自動換行就可以了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 然後把卷軸拉到最底下 然後這邊就可以 最下方的 大概中間邊上面一點點 就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了 你只要看到什麼 D冒號斜線 或者你乾脆就是搜尋那個 Python384也可以啦 這個就是它的資料 然後你就把它這個 D改成C 不要改錯 其他不要改 沒事不要加空白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就存檔 儲存 但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OK 然後就把它關掉 好 接下來就直接再頂它兩下 它就不會像剛剛會跳錯誤了 就會直接把Spider打開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編輯器的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就可以開工了 就這麼簡單 這個環境好處就是任何地方 直接解壓縮就可以工作了 所以你假設辦公室 你需要一個Python環境 解壓縮有沒有 Spider3 你就可以寫Python了 如果你要處理Excel的事情 就把它打開 OK 那後面的話我會教各位 看看能不能就是透過Python 去處理Excel的相關的那些事情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就要開始來看一下 那個Python的相關的應用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環境先準備好